本集节目由韩国扁刊丸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 最近有个人说了一段话 让中共陷入众多的焦虑和深度的尴尬 过了两三天还是没办法回话 没错,这个人就是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 中国要併吞台湾其实也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 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的完整 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的艾文条约所牵连的那些土地呢 没错 那他牵连台湾的目的是何在 目的是什么 那就是想要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好,赖清德这段发言可以说是非常的犀利 但是又非常精准地刺中了中共的要害与痛点 那为什么中共口口声声说要统一祖国收复师徒 但是却只敢天天武力威胁小小的台湾 却不敢去跟俄罗斯索讨过去那些 被沙俄跟前苏联占领的大面积领土呢 那些师徒的总面积 即便不加上外蒙古和唐努乌两海 也有150万平方公里以上 相当于42个台湾 那赖清德冷不防地射出这一件 却是让中共是无力招架 直到我们发稿的时候 中共官方还没有人敢出面回应 但是中共的老大哥俄老迪亚却很意气地挺身而出了 俄罗斯外交部首先说 他们坚持一中原则给了中共面子 接着说俄罗斯在2001年7月就跟中共签了 慕林友好合作条约 那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明确放弃了 被俄国占领的领土 看到了吗 俄罗斯说是中共明确放弃了 那150万平方公里的尸土 那换个角度说 不就是中共明明白白地把中国领土送给俄国吗 那不就是中共卖国吗 那虽然2004年10月呢 中俄又签署了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 让中共拿回了黑虾子岛的一半 以及其他有争议的地区 但是要回来的土地面积只有300多平方公里 而拱手让给俄国的土地却超过150万平方公里 几乎可以说是送人家一箱黄金换回来三根铁钉 所以在我看来 赖清德对中共开了第一炮 没想到俄罗斯又跟上来补一刀 结果捅穿了三个中共不希望中国人看读的真相 第一呢 中国共产党不是真的爱中国 而是打着爱国和祖国统一的幌子 来调动民族情绪 来煽动中国人民 都变成中共的人肉武器和斗争机器 来跟着中共斗台湾 斗美国 斗日本 斗全世界 那如果中共真的爱国 为什么要自愿放弃索讨俄罗斯占领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 那为什么集结营营着他们从来没有统治过的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呢 那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这不是糊弄中国百姓吗 第二个真相 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集团与汉奸 首先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中共拱手放弃了追逃150万平方公里上的领土让给了俄罗斯 那这一点呢 据连知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都相当不满 当初中共要收回香港的时候 金庸就在报纸上批评了这一点 为什么中共放着俄罗斯侵占的土地不管 却偏偏要收回一个弹丸之党 金庸这段话当时也搞得邓小平很尴尬难堪 那顺着这角度来看 当初跟普京签订协议放弃追讨领土的江泽民 不就是卖国的头号汉奸吗 那最近这些年了 虽然中共没有再放弃领土了 但是呢 却通过其他的形式来卖国 比方说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大洒币 那大家知道 中共为了渗透全世界 进一步推进他们称霸全球的帝国梦 是不断地对弱势小国提供贷款 或者所谓的无偿援助 那中共知道这些小国没钱偿还嘛 所以到时候再用债权来交换小国 要交出他们的重要港口 或者直接宣布免除债务 来收买小国们在联合国里头 当中共的投票部队 或者是支持中共的一个中国 那中共到底对外大洒币的多少钱 这点没有确切的统计 但是中共御用学者金灿荣曾经公开说 光是为了争取外国之时 一中原则 每年就要花上300亿人民币 那这些名指名膏 都是从中国人民身上薅来的 但是除了换来中共 斗争台湾的一点点话语权之外 大洒币对中国人民几乎是没有好处 那简单一句话 大洒币就是典型的卖国立党 最后一个真相 就是中共想要升级台海的紧张局势 来赚取自己的谈判筹码 或者是转移内部压力 大家知道 中共过去这几年 被欧美等大国联手孤立 联合围堵 加上中国经济是江河日下 那中共失去了利用外国的谈判筹码了 所以中共开始朝鲜化 学朝鲜制造紧张 台海紧张 南海紧张 东海紧张 用制造区域紧张 来为自己创造恐怖的筹码 来迫使美国不得不找上中共谈判 来缓和局势 避免冲突 所以我们看到了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最近就去了中国一趟 还有最近中国是政治不稳 经济也不妙 造成了内部民院和官院都是非常巨大 所以不断的爆发反政府抗争 或者是报复社会等等 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 中共可能会在内部紧急的时候 试着在台海海域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 来转移政权危机和政变的压力 不过目前中共直接攻打台湾本岛的概率 是相当小的 因为不断打不赢 还可能会把习政权给打垮了 所以中共短期之内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好 休息一下 来看个健康资讯 您有呼吸道过敏的困扰吗? 或者您感染过疫情 出现呼吸不顺的后遗症吗? 传统韩裔认为肺部着到鼻子 也就是呼吸道的病变都跟肺部异常有关 像鼻炎 哮喘 肺病等等 都是因为肺部不健康 肺部积热过多导致的 韩国的扁康韩医院院长徐肖熙 经过50多年的经验与研究 用中草药开发出扁康丸 扁康丸可以从根本上清除肺部积热 让肺部恢复健康 而鼻炎 哮喘和肺病就会渐渐康复 而呼吸不顺 容易疲劳的疫情后遗症也会很快改善 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6万名病患被治愈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扁康丸的海外官网去了解 网址是pngong.us 台北也有多国语言的服务电话可以免费咨询 涵盖了欧美、澳洲、台湾、香港等地 而且还有24小时的专家咨询